那么回到我们刚刚今天的课程里面有讨论到几件事 就是有关人类的视觉占流 要让动画很滑顺这一件事情 会牵涉到两个关键 第一个是人类的视觉占流 刚刚有提 如果眼睛比较顿的 至少每一秒16次以上 各位一定以前我不晓得各位有没有试过 以前我国小的时候 如果上课老师讲的很无聊 我就会把课本旁边我就会画那个火柴人动画 每一页动一下 每一页动一下 然后画了十几二十张之后 我在翻课本的时候 这个小人就可以动起来 这个就是动画的原理 动画的原理 那所以你只要每一秒翻超过十六页以上 你就会觉得这个动画很湿滑 那如果你的眼睛比较灵敏 你可能要一秒钟要翻三十页以上 就会觉得动画很顺畅 这个叫做视觉占流 所以卡通制作的动画的原理是这样 所以你们在打电动呢 有的电动需要的那个显示卡比较好 就是它的那个频率可能要六十帧以上 就是在讲这个东西 这个就是帧数 好 那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的Qblock跟Qno在沟通的时候 你要叫他点灯要亮灯那个动作 事实上他有上限 他没有办法达到六十帧 不可能 因为Qno跟Qblock电脑沟通的这个次数 他的上限因为受限到Squitch的开发的那个软体 受限到Qblock的一个上限 他每一秒跟电脑沟通最多只有三十次 三十次 所以你会发现你的等待时间 如果你给他到0.00001 你会发现这个速度好像跟0.01是差不多的 因为你在时间在缩小 速度在变快也没有用 因为你已经到达他的上限 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件事情 那所以如果有这个上限 那你想想看 如果我觉得这样还一秒钟三十帧不够顺滑 那我要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 有没有机会解决 你们先想想看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经过今天整个课程呢 我相信各位对这个PWM功率的控制呢 非数位 类比的一个功率控制的方式 应该有很多的心得 那所以我们今天有了很多的方案 第一个 你可以直接改变等待时间 对不对 这个方案最简单 然后呢 有的同学更厉害 你看 他用了定义的这个积木 或者用广播的积木 因为这个积木 他发现这个积木是重复的 对不对 我们直接演练一下给各位看 有同学已经发现了 这里面这个积木是重复的 是重复的 或者是说 这是重复的 他一直在做重复的事 那我也可以用定义积木 这个是更厉害的用法 这个是此柜曲里面最厉害的用法 就是我把这些重复的事情抓出来 抓出来之后 我可以用定义积木 用定义 韩式积木这边 这边可以建立积木 所以我自己可以做一个积木 那你也不想用定义 你其实也可以用广播 这边在世间这边有广播 这两个呢 有点类似 有点类似 在这上面的用法 但是我会 如果你 广播呢 它是可以 如果你用这个广播 广播是可以在QBlock里面的各个角色 各个角色之间去交流它的变数 但是 如果你要将来要把层次烧入的时候 做烧入的时候 这个广播就不能有 因为广播是在这个多媒体的角色之间可以流通的东西 但是你用烧入的时候呢 烧入是不能用多媒体的 这广播就会失去用途 所以我们就会使用韩式积木 使用那个 对韩式积木这边去建立一个新的积木 那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 是可以 将来可以用烧入的方式去写入你的板子的 所以我就可以用这个方式建立一个积木 那这边要特别跟各位再说明一下 就是我们如果将来有考虑到要把它写进你的 你的那个直接用写入的方式直接烧在里面的时候 这里的变数呢就不能用中文哦 你的变数就要改成什么 改成英文数字 英文跟数字 因为在写入的时候 这个QBlock的写入 烧入的设定里面 他并没有帮你做转换 所以我们这边呢 必须重新再建立一个变数 用英文或数字 去取代那个中文的部分 不然你会烧入十百 所以我们这边就改用light 那这里呢 就要用light 这里就要用light 然后一样这个变数就要拿掉 改用light 点灯的时候 把变数都改成英文的 那基本上这样子 这样子就可以去做烧录 你要把这个头换成 Arduino 这样就可以直接去做 转成ID 然后去烧录 那这个烧录的好处是什么 我们刚刚不是有讲 QBlock跟Qno 一秒钟沟通的次数上限是30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用烧录的 需不需要经过 之后要不要经过QBlock 去跟他沟通 不需要对不对 因为程式就会直接烧在板子上 那板子只要送电 就会运作 不需要QBlock 那不需要QBlock的话 他就可以使用到硬体的 最高速度上限 那这个硬体的速度是多少 是16Mb 16Mb是什么意思 16百万 就是一秒钟可以执行16百万 1,600万的指令的机械指令的速度 那假设这个吸引员一条指令 可能要耗费10个机械指令的速度好了 那速度也有1.6百万 你知道吗 那个速度是很快的 非常快的 所以可能我们点个灯 速度是可以非常非常的快 那所以你的等待时间就可以大幅度的变少 速度可以变快 就会非常的顺滑 这个是烧录的好处 好 那回到刚刚的问题 我们把它烧录一下 因为这个时间还没改 这样子就可以烧录对不对 那因为我们时间没有改 所以他还是没有很顺滑 好 好 假设我们把它改成 一次改变1就好 负1负1 那这边就可以重复250次对不对 255次也没关系 那我们就 0.001好了 好 这样乘以250 好 这样还 可以 这样子变量呢 就是乘以250 0.25秒 这样太快 0.01 这样就一次就是2.5秒 差不多 好 我们来试试看 重新再烧录一次 重新再烧录一次 好 我们来看一下烧录完的 会不会很湿滑 好 各位同学看一下这个变更 有没有觉得很湿滑 有没有觉得很湿滑 好 刚刚中间有一点凸录对不对 可能是那个 这边不对 这边 255 255 255 好了 好 因为一个 这两个要一样 要一样 我们重新再烧一次 好 所以有问题就要回来检查程式 再看一下 好 有没有觉得非常的丝滑顺畅 完全感不 感觉不出来 他是那种 换一片 换 换一个换一个 换一个动作对不对 是非常湿滑的动作 因为 他现在的沟通的顺序 他沟通的时间是百分之一秒 好 所以你已经感觉不出那个 那个 渐沉 感觉不出那个渐沉 非常的湿滑 好 这个是用 烧录的方式直接写录的好处 速度你可以这样子调整